配合国庆日到来 宠物主人纷纷购买可爱的国庆配件 为毛小孩打扮 受访的业者说 一些配件比如说围巾销量火热 宠物主人更愿意消费 记者图鉴墙报道 红彤彤的围巾和帽子 为可爱的狗狗增添国庆喜气 这家宠物商品公司 从疫情期间开始设计国庆围巾 成了每年的热卖品 业者今年还邀请狗主人 分享毛小孩的国庆故事和感受 传达爱与包容 超过百人参与了活动 宠物算是我们新加坡的永久居民 它就是身在新加坡 然后拥有新加坡的一切 美好的那些食物 安全 有很好的地方住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我们新加坡人的一份子 所以我想说狗狗 宠物们也应该跟我们一起 庆祝国庆 才有那个气氛 所以人家看到狗也是庆祝国庆日 每个人看鸟也是很开心 然后他们也是很喜欢它跟我们拍照这些 由于国庆日是长周末 一些宠物主任决定出国 所以把宠物寄宿在宠物酒店 客家业者说 已经开始接到国庆长周末的预约 预计会比平日增加一倍 其中八成是寄宿两天以上 业者倒是必须多聘请三名兼职员工 照顾宠物